大家好,我是永华,由大佬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的话就是这个游戏哦,名字叫做正宗天地进光 而且我不明白怎么搞的,有一些游戏就是这么奇怪哦 我一按下录制键过后,它的一个背景音乐哦,也就是它的一个福建格哦 直接没声音了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耶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们来就来看一下它的那个福吧,你看,哇,好夸张耶,你看 你看,已经有30个福了,而且你看它这30个 哇,这30个福,也就是说第30个福它也是hot了耶,开玩笑 说到这个游戏的话,怎么有这么多福,又这么多人的话,应该算是蛮好玩的游戏吧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第30个福,然后我们进入游戏吧 然后,等下我们来看一下 哦,竟然是说福建话的耶 这是女的吗,你确定吗,怎么它的声音这么像男的,只是 只是有一点,就是说人妖的声音吧 然后这里的话,我当然不要选不男不女的吧 我选一个男的,然后我就直接来一个游戏试玩 它是要节省成本吧,找一个男的来变半女的声音哦,你看 你看,你看,那个声音 oh my god,来我们开始闯荡,我们看一下这款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哦 来,开始闯荡,可以吗 我已经按进去了,来 哦,还有一个石头仔哦 石头仔哦,ok好 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这是可爱的游戏了哦 然后招募,我可以招募吗 其实它这种招募我们不用看的啦 刚开始的招募是所有人拿到都一样的哦 这是云石方,哎,蛮帅一下的哦 还可以再招募哦,这么好 橙色,给我橙色好吗 没有哦,那月牙凤啊,那是凤啊,应该这样念吧 确定,然后,哇,它就给我一个紫色哦 一个紫色还有一个是,一个是蓝色吧 对,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就说一开始它就让我,让我的队伍可以满了耶 点击10,ok上阵 对哦,它给我一个紫色跟一个蓝色的哦 来,我们这里就全部给它们上阵就好了 然后我们按,反回去 应该就是出战了吧,现在,来闯荡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哦 但基本上这样看的话,不用多问了吧 它就是关卡游戏,来 哦,16个关卡可以开启噩梦关卡哦 噩梦关卡可以获得什么 灰迹哦,灰迹是什么,灰迹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哦,它的画面是这样子哦,你看 整体来说的话 说是很漂亮的Graphic是没有啦 但是这个Graphic的话也,也不会输啦 也不会输啦,都行都行 可是,哦,还给发动机呢 都是用那个福建鱼的耶,所以,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就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而且它好像是没有自动哦,你看 跟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哦,就它们会follow住我,你看 跟随哦,按攻击 哦,我按攻击哦,不过它们就不会跟我啦 它们自己回去打了耶,你看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特点哦 然后当然乘2K嘛 哦,乘2要15级哦,然后 手动武学 手动武学,诶,这什么 哇哇哇哇哇,这是魔法师吧 你看,怎么还有这个 这个隐石树啊,你看,开玩笑 OK,我已经按自动武学了 所以我相信它们应该是自己打吧 那个是自动模式吧,诶,真的我自己打哦,你看 可是技能的话它就不会使用哦,你看 技能我就点 我直接点,点,点,点 哦,真的哦,技能不会自动哦 它自动武学的意思只代表它是自动模式的意思哦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技能看一下 哦,那个最后一个技能哦,就是蓝色那个,它是属于补助技能哦 可是当然我走四个角色怎么走三个技能呢 另外一个技能你吃掉了吗 OK,三星哦,就是顺利通关哦 当然这个,这个这么热门的游戏的话 我相信啊,应该很多人懂了吧,因为你看 一下子就三十个伏了耶,我记得这个游戏我没有下载几九 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历史有多久了,但我知道我真的没有下载几九 就有三十个伏了耶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哦,十二点跟十七点哦,也就是五点的时候会震送鸡腿哦,就讲,还太提醒你要去拿哦,你看 自动武学就是这个好处哦,你看,我不需要理会它,哎,这什么东西你叫我什么 可以,可以什么,可以 可以,可以点击集火目标,OK 就说我这样点的话,他们大家都会打他一个哦,对哦,集火,对,这个叫点击集火 就说我只要点到那个角色哦,就全部人会围着他打哦,这个叫围攻 也是围欧的意思哦,啊,这个还,嗯,怎么说啊,他这样子的那个,呃,战斗方式的话,就战斗模式的话,会,会让人家觉得就比较省时吧,省时,这会比较省时哦,如果玩这类新的游戏的话,等于你可以边做着报告啊,还是,还是做着自己东西的时候啊,你把它放在旁边哦,然后你只要去按灯,进入关卡就可以了,对换关卡就可以了,然后就会自己打,当打,当打完过后你就直接按,就是按确认啊,那 拿完,拿完宝物还是做完东西过后,再让他进入下一个关卡就行哦,所以是蛮省时哦,这类型的游戏啊,这类型的手,就是这类型的关卡游戏 我当然你看他角色,可以把他换,可以把他们调换角色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呃,打完了,我还不及换打完了,好快耶,好快耶,我再说着说着,他就打完了哦,所以,一样三星啊,这玩游戏大家都知道的啦, 出出刚开始三星是很简单的事情哦,你看,他就这样哦,拿完东西啊,你就按确认哦,当然他现在因为还有游戏教程的关系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一直可以按下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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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走得去哦,你看,他现在就是一直在跟着他的那个,可以开始创当,就是跟着他的那个游戏教程哦,这是每个游戏都一定会有的吧,好,这是什么角色,是刺,刺什么,刺鱼什么,我没看清楚耶,但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吧,就,哎,我现在多一个,多一个人呢,你看, 你看,哇,人越来越多了耶,你看,打起来的话就怎么说,就更战优势咯,因为人相对的多起来,打的那个数字也多咯,然后我们就,我们就看看一下吧,我们看看一下他这个多的那个人,那个角色,有什么帮助到吗,他就多了,就是你们看,你们有注意看吗,就是那个全身白咯,全身白的那个白马王子哦,他就是, 新加进来的角色哦,就是来帮我的吧,我相信只是在这个关卡来助阵而已啊,下一个关卡应该没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来,就看看一下吧,这是天满道龙,也是,这个和尚哦,哇,这是小boss耶,他也不然,不过他也是会让,哇,不错啊,你看他技能,他技能是让我混乱耶,跑来跑去哦,不会打哦,你看,当然我还有好多未命中耶,未命中的意思,你们大家都知道吧,这是miss, 人家打还会miss耶,有没有搞错哦,这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小王而已耶,我竟然打都会miss耶,有没有搞错哦,只是,这游戏有没有太难了一点哦,来,OK,好,当然啦,这类型的萌萌打游戏的话啦,他的那个graphic啦,怎么说都有一点局限了,他,他不像一些就是,怎么说啊,一些就是比较,比较就是,不是跑萌萌打路线的游戏哦,因为那些的话,有一些是专主要于,专攻于他的那个graphic,有一些游戏的graphic真的是让你吓到哦, 让你惊叹哦,他们那个做游戏的人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在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的角色身上哦,拿到了吗?那么你帮我一下就拿到了,太好了吧,他名字竟然叫和问天哦,OK,其实我也不知道耶,我可以换哦,对啊,蓝色换掉了,和问天哦,他名字叫和问天,好可爱耶,然后,难道,为什么不要叫和问D呢,一定要问天呢,OK,升级升级,升级,升级, 我们换不多说,快点升级,但他只能到3,3了耶,等级3,因为我现在本身也是3级耶哦,当然你看啊,他都是用福建语的耶,我只能说一句哦,我是真的听不懂吧,但那个到底是不是福建语,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耶,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吧,我不是很清楚耶,因为怎么说啊,我本身的机关是广东吧,所以你说广东语的话,可能我还听得懂,少许哦,一些些吧,因为不知道耶,就到我们这代了,就到我们这代的人啊,就变到 怎么说,嗯,对方言的话是,就变得好差了耶,好陌生耶,就是说我们,我们基本上除了会说,就是华语吧,要说方言的话,基本上会比较难一些哦,就说到了我们这代的时候啊,哦,这个是属于那个回合哦,回合,回合关卡哦,当然有多少回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像没有显示,没有看到,哎,BOSS出来了,应该玩了啦,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哦,这技能也强吧,太强了哦, 然后来一个陨石,然后再来,这是,哇,哇,这个,这个是大力的哦,你们看到吗,他下的陨石有小力跟大力一直分哦,大概那个是大力的,就一力下来哦,这是鬼步剑客,OK,但是看起来你也没得来啦,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围攻你,一个你怎么不死呢,OK哦,解决哦,当然他,他这游戏的话,在升等方面的话,就,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就是,是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哦,你看,BOSS相信这种应该是升级啦,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看是不是真的升级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拿的东西也相对不错吧,哎,没有,没升级哦,这个是,哎哟,好快耶,我觉得这游戏的loading画面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看他的那个角色哦,就说还不是loading的时候,还有放那个角色,这游戏的角色,我根本来不及看哦,根本看不清楚耶,然后迫不及待哦,什么叫迫不及待 又有新的东西可以吗 哦,点他脸,OK,进阶,来,我们进阶看一下 哇,进阶还帅耶,你看他那个 他那个进阶的那个方式蛮帅的,OK,好 可是进阶有过,哦,加一哦,进阶的意思得一加一加二加三吧,应该是这样哦 然后到了加三过后,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哦,到了加三或加四,他就直接变紫色 就是这样子哦,当然紫色也是一样哦,就 加一加二加三或加四过后,他就变别的颜色,也许是红色是金色 但是我们都不晓得 什么你看,莫昌里啊,然后我根本来不及读哦,你看什么 什么雪霞,喜战,火连天,莫莫什么,莫映,哎呀,好,因为他全部是繁体耶,好难读耶 来来来,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在安斗去吧 四个,OK,好,所以四打四啦,公平啦,别别说我玩错哦,然后当然还没有十五级哦,所以就变到怎么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 哎呀,我把这个按攻击看一下,我按了攻击哦,所以现在的话我看有什么特别哦 我按了攻击,攻击和自动武学,我看有什么特别 哎,哦,就是我主角不能打哦,来跟随哦,必须要按跟随,你看我主角才会跟着一起打哦,你看看到吗,看到吗 原来是要这样子哦,你看,他们大家才会一起打哦,OK,好,哇,白色的哦,这刺客,白色就帅一点嘛,来,我们照打哦 可是从他的那个,那个眼睛那部分看,看下去,我觉得这个白色白衣的好像是有点像女的耶,可是以身材来看的话又像是男的,所以我真的是傻傻分不清呢 来吧,就是打吧,当然我看一下,我能尽量吧,我尽量能打多少个关卡,我就打打的去吧 然后就是说,尽量能分享多少,我就分享多少哦,当然你看,哦,怎么他们的那个 pattern那么多啦,你看 就是说,打完了过后,个个还要各,就是各自摇摆哦,来展现自己的那个什么啊,展现自己的姿态哦,你看 哦,男公横,帅,男公横超帅的,该那个,哦,十方,十方环哦,也就是说我有装备哦,装备哦,这是千雪姑鸣啊,千雪姑鸣,呃,什么,苍英姑鸣字什么,哎呀,好快耶,我,我对简体很陌生,所以你可以放慢一点嘛 但是是好事啊,是好事啊,我跟你说啊,我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游戏的,游戏的loading画面很快的,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但只是我,我唯一,唯一是,闷的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字哦,我看不到他的介绍而已啦,但没关系啦,之后你也会拿到的哦,我只能说之后你也会拿到的哦 哇,我这里就开始感觉上,感觉上,有一点快一些些的,有一点快一些些的,难道是我该进阶加一的,过后,比较不一样的吗 当然你看,我可以,我打后面的先,我可以点击哦,我就整堆打后面的先 因为他的王,他的后面那个一直这样输出的话,我前面都蛮,被打的蛮痛的哦,打完了我才打,我才打这个boss哦 这是凤屎,凤什么,凤文屎哦,他名字,好怪耶,你看,凤文哦,那是文嘛,凤文屎吧,诶,凤尖,那个是尖吧,尖哦 减体字吧,一个门,是尖吗,是尖吗,不知道,我不清楚耶,OK,来 然后又胜利哦,所以有没有的升级还不知道,没有,没有的升级哦,这样看就知道哦,你看,他经验值停留在81% 所以难攻恨,黑衣,哦,你看我读两个字,黑衣没了,黑衣没了,然后,当然他有装备了,我们就来装备吧,我们来看看他装备了,过后怎么样 就是,呃,一件一件换装吧,一件换装,哦,他们都有吗 诶,没有咯,没有咯,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养成的意思是什么,养成,我们来看一下 何为养成,哦,养成就是升级好 哦,只能升到4,没办法,进阶的话,哦,进阶还能啊,来 加你,加你,就加你咯 哇哦,可是,血加多位吧,你看他攻击力跟他物防啊,那些,其实相对的还 就是没有什么加到哦 然后你也要养成吗,你也要养成,对对对,你也要养成,来,升级 当然他是以这个方式升级的,就说他通关的时候是不能升级的,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也给你进阶哦,就让你也加成,就是让你加一吧 OK,好,所以现在我有三个加一咯,你看,加一,加一,加一 当然他的话就不够咯,他的话就,我只能跟你说哦,抱歉咯,你要等下一轮咯 OK,好,直接又升级了 当然他一升级,他肉就满了耶 然后我现在升级了,过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哦 如果能的话,把这个第一张打完吧 哇哦,这是男的女的哦,你看 我,我其实我不会读那个字诶,那个字太难念了吧 如果我有这样的名字,我也气到,如果老师发写名字的话,我该怎么写好啊,是这样说啊 哦哦哦哦哦哦,他有那个弓,你看 他开那个技能蛮帅的诶,就是往,往,往天上射哦,那是剑语吧 OK,射射射,就是这样了 然后,这个红衣的我觉得比较笨一些哦,红衣的刺客比较笨一些哦 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打我哦,来我们继续 OK啦,不用看了啦,后尾那个黑衣的应该是Boss吧,如果没猜错的话 诶,也不是哦,因为打,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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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他血,他血的显示的那个方式不一样,他就是Boss 你看,哇,来一个箭语了,你看看 那当然啦,大陨石,小陨石,再来一个,配件,就是这样 一按完哦,你看一按完他就阵亡哦 你看看,哇哦,全部都有各自的姿态哦,你看,展现他们的英姿 来,三星,所以相对蛮好的啦,就是像我一下打的去都一直都是三星哦 所以当然我就一直下一关,下一关,下一关,下一关就去哦 诶,不行哦,他这边,他这边有一点,诶,诶,可以吗,可以吗 OK,可以,可以,我还以为他又有教程哦,因为他突然间跳一行字出来 魔幻什么什么都月,哇哦,这个超帅,你看他头发,我超爱他头发的咧,来 我们就,哦,这是什么,这是,这是PK吗 哦,回合,我吓到,我又是PK模式哦 可以啦,这个不是问题啦,哥哥有剑鱼哦,你看,他那个剑鱼很强耶,等他下那个剑鱼哦 二回合,假如是他没有显示多少回合的话,我相信应该三回合就完了 嗯,颜色不一样哦,你看,刚开始第一批来的是青色,现在来的是紫色衣服的哦 也就是说这个比较强一些哦,然后下一回合的话看一下,会不会来不一样 诶,又是,又是青色的哦,所以没什么特别 哦,当然BOSS出来咯,果然哦,猜中咯,是三个回合,看吗 红衣那个,红衣的刺客来咯,就是鬼步,鬼步刺客 其实已经打了他蛮多次了耶,怎么还来哦 然后当然,就就,我们试试看不要打那个小,我们不要打小罗罗,我们打完BOSS 看那个小罗罗会跟着一起死吗 诶,不会耶,就说,就算是你把BOSS给干掉了,你还得转回去把那个小罗罗给干掉哦 他不会随着BOSS而一起阵亡哦,不会哦 OK,好,OK啦,展现够了吧你们 好多花样耶,真的是,来,我们这里就,OK,一样哦 然后当然我按确认一下,我按确认一下,因为我看一下 因为录制的时间也算蛮长了耶,我看一下是不是最后一个 哦,有,有,多两个就到了,所以我们打完他吧 当然,现在因为由于他不能够,就所谓的,他不能够加,不能够撑啊,不能够打快啊 所以我必须还是要得慢慢看他的,他们的那个战斗速度哦,你看 因为要15级,你看,这边有写哦 15级才可以开启两倍哦 所以现在你看他,虽然说是一倍的速度啊,但是还有一定的那个速度存在哦 就是说,不会慢到哪里去哦 但我相信如果可以乘二的话,那更好吧,因为更快哦 说真的啦,除了我只是要看他技能之外,我会把速度给挑慢哦 放慢啦,就让他normal的速度啊 当然就是这样通关的话,我都懂完技能了的话,我当然是希望他越快越好啊 所以能乘三就乘三吧 当然由于他这类型的游戏的话,是属于就是说没有什么技术性可言啊 你就是一直通关打副本就对了哦 技术的话,他占的那个8000比例并不高哦 也许是你的排阵方面啊,或者是配搭方面哦 因为以这种游戏来讲的话,他的是绝对会有那个所谓的那个人物哦 人物角色配搭,然后的那个属性加成 不然就是他的攻击加成啊,等防守加成之类的东西哦 因为我玩这类型的游戏是玩多了哦 他的模式的话是89不离十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只剩下就到boss了哦 我们就打完那个boss就可以为视频做结束了 来,我们直接下一关哦 看一下他到底每一个章节的那个最后的所谓的那个boss啊 到底有多强?来,我们进入开始手当哦 我这个你看,他简直是半边脸的吧 半边脸是黑的哦,ok好 所以他自拍也蛮麻烦的哦,他只能拍半边脸哦 哦,直接就来了哦,你这个boss 这个叫简无极,ok好,简无极哦 让我看一下你有多强哦 其实,其实还好吧还好吧,他就只能做单打单体哦 你看,就这样哦 哦,还好啦,不是很痛 来,我就死了 就来,小陨石 刚才大陨石,小陨石再来把飞剑哦 所以,你看他血相对的,你看 也扣好快哦 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啊 没有想象中的强啊 还警告,什么意思? 敌人杀,什么意思? 然后,哦 都干掉了吗?什么叫敌人杀? ok,快醒醒 快醒醒的意思是什么? 等下我会跟他有交流,然后过后我会得到他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他的那个对话内容是属于这样子的模式 这样子的类,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好像是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因为他还对你说明哦 快醒醒的意思哦 快醒醒 ok,我们按零取 应该是拿到吧 然后再零取 哇,不错耶 我有蓝色的装备了耶 然后这里的话,我看一下队伍哦 我们来看一下队伍 哦,可以咯,你看 我还可以 还可以一键强化耶 哇哦,你看 然后再来一键强化 哦,他还要是没有什么了吗 养成的话还有什么吗 我们看一下养成是什么 哦,他就只能够升级哦 忘记了哦 当然 然后我再为他升级吧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哦 现在 然后 你要养成看一下 一样哦,只能升级哦 所以这里的话,我能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吧 因为怎么说啊 这类型的游戏的话是没有任何那个战术可言哦 只能说你可以在 就在你那个人物角色上面的配搭以及装备上哦 你自己要下多一点功 就下多一点功夫吧 你就会 你就会变强哦 所以这里的话,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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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